哈囉,大家好,我是張老師,來 依慣例 小小的親切可以推動世界 小小的菸供 一樣可以推動靈節 來,今天的主題講講屬牛 屬牛在農曆二月份的運勢 農曆二月份 在陽曆上,是三月十號到四月八號 不要再問老師 老師,你講的日子是陽曆還是農曆 我就已經跟你講了,農曆二月 為什麼會冒出三月跟四月 所以三月份跟四月份這個日期一定是陽曆 因為我的標題就是農曆二月份的運勢 因為現在我們不習慣看農曆 所以我已經把它換算成陽曆的 三月幾號,四月幾號 各位不要再問老師 你講的三月八號是陽曆還是農曆 主題是農曆二月份的運勢 日期都是三月跟四月 當然是來講陽曆啊 這個就不要再問這個問題了 來,屬牛的 你在今年一整年當中走的是劫財 所以屬牛的男生女生都一樣 在今年來講 錢的問題不是問題 但是要注意一個點 才來才去 才難去 也就是說你在農曆 在2024年這一年屬牛的 你有賺錢的能力 有存錢能力 但是長時間擁有錢財能力比較不足 所以老師在這裡專業建議你有空 把這個錢儘量存起來去買房子 不要再亂投資喔 不要再亂投資 因為今年嚴格來講 二四年上半年六月底之前 台灣的景氣 台灣的景氣狀況不會太好 不會太好一定要注意 要注意 塔海周邊那些離島那些外島 有沒有什麼這個可能的 什麼軍事的演練 你要注意看這個點喔 因為最近南海不太平安 南海 還有那個紅海 那個 叫做什麼 胡賽運動 叫做青年運動 胡賽就是 胡賽就是 類似他們的青年運動 夜門那邊 所以各位還是要注意這種地言政治 因為景氣不好 大家 沒有飯吃 很容易引起這種戰爭糾紛 所以一般來講 戰爭是不能解決問題 戰爭只會帶來更大的問題 來 農曆 二月份 屬牛的你走的是七煞 你注意看喔 你一整天走的是劫財 那你二月份走的是七煞 一般來講 七煞是一個不安定的星座 那不是我想跟你講嗎 結彩不太適合白道 灰的黑的一流 再過來七煞不安定 如果你從事的是灰的跟黑的 代客洗衣服 代客處理業務 然後偶爾人家錢不夠用 給他調度一下 友情資源那種產業一定賺 農曆二月份 因為結彩跟七煞弄在一起啊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做如虎天翼啊 功無不克 戰無不勝 你白道不行啊 你白道講的是什麼 溫良公減浪 no suit 黑道講的是什麼 狠 狠 我比你更狠 就對了 我也要再跟你講產業界 灰的黑的 老師啊我們是在做這種研發人員 到底是白的 灰的黑的 你是研發人員 如果你研究食品添膠 那有什麼用 如果你是研究藥品 尤其是那種 埃滋海默症 柏金森症 還有癌症的 那種新的藥品的研發 有一點沙法之期 會有機會 農曆二月份 所以理讀上來講那種 研究那種特殊藥 藥有三種來 專利藥 原廠藥 學名藥 最重要就是複形劑 複形劑也相當重要 所以你只要研究那種專利藥 一般來講 算灰的 你在農曆二月份有機會 那不是我想跟你講嗎 如果你有在投資股票 那個研發新藥 一期二期的 美國他都有很嚴格的認證 這個可以介入 可以介入 來 你在農曆二月份屬牛 舒適程度不錯 47% 也接近一半 所以你看喔 如果你是灰的 黑的 大概照表 按表操課 你農曆二月份收入也不錯 來先講六級 把他這個六級把它講完 六級日來三月份有四天 三月十四 三月十八 三月二十三 三月二十六 四月份兩天來 四月一號 四月四號 這是六級日喔 來講講六兄來 三月份一樣四天 有四天 三月十號 三月十二號 三月二十二號 三月二十八 四月份有兩天 六號跟八號 一般來講 每次講到這裡還是跟各位講啦 齁 齁 因為 人是這樣子 我們地球齁 是向右寢節二十三度半 這叫黃道面 所以老師為什麼我喜歡講 人為動物為物之靈 百憂感其心 萬事勞其行 有動物中必搖其驚 為什麼一樣在路上走 有的人就可以感應到那個很奇怪的東西 有的感覺不出來 沒有為什麼 因為在這一個時間 這一個moment 他裡面的 費洛門 多巴胺 包括他的肺耳門 分泌是不一樣 我們所謂六級日 已經針對你的身教跟你講 你屬牛的 在那個六級日 你的Sensor 身上這種感應器 特別的靈敏 特別會做出對的決定 那你碰到那個六兄日 你是屬牛的 就會特別做出不好的決定 反之 他只要不屬牛 他沒有感覺 所以理論上來講 這種命理 尤其中國這種八字 跟這種風水 跟這種易經沾掛 其實他是一個大數據的分析 但是因為以前的老祖宗 可能也不曉得什麼大數據 你知道嗎 就好把它當作一種樹 樹你知道嗎 這那碗的樹 像那個下棋 那個橡樹的樹 沒有特別去研發它 其實它是一個統計學 也就是說屬牛的 你在農曆碰到這種丁卯月 你有那麼幾天 特別的順風順水順利 你有那麼的幾天 特別自愛難行 再講一遍 什麼叫成功 對的時間 對的地點 對的人 對的事 這還要講 理論上還講 我們十二神教主要跟你講 對的時間 對的事情 還有不對的時間 不對的事情 你們可以選啊 因為現在才農曆的正月 二月份還那麼長 你可以慢慢的規劃 時間可以調整 可以調整 來抽抽籤 來抽抽籤 現在屬牛的男生 要知道農曆 農曆 二月份 的運勢屬牛 這隻牛要注意 這隻牛 你的吉祥方位 從整個年來講 你的整個吉祥方位 是在西南方 西南方要好好把握 那現在看看就是說 每個月的運 每個月的運勢他會調 來 屬牛的男生要知道農曆 二月份 的運勢來 現在第一五手 借老師之手 第一五口 借老師之口 有借有凡 再借不難 來 哎呀這隻什麼 這一隻叫 折雷水 什麼叫折雷水啊 隨風而去吧 雷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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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你要注意喔 這個折雷水 我一晚再跟你講 你會碰到比較不好的事情 聽好 你在農曆的二月份 如果你是白道的 要注意喔 這個有一點刑刻 如果你是一般上班族 在白道的 在農曆二月份 要謹言盛行 因為有官非是非找你 你即使身為警察要注意 可能會碰到台灣雕 台灣雕魚這麼大 有沒有 一定要注意這個點 交通 違規是違規 又沒有說違法 聽好齁 違規跟違法 是兩個界面問題 所以有時候 不要拿著雞毛當令件 白道的 尤其是警察機關 國防單位 你這一隻刑 跑起來相當兇屬牛的 因為怎麼樣 先天命劫財 一年 夜份七煞 你抽到這一隻 又相當的受克 被人家壓制住 所以農曆二月份 你儘量避開六兄日 那這一隻刑 再跟你講 折雷水 青菜卯塔甲 這一隻刑 相當有利灰跟黑 灰道的 黑道的 在留年 留夜你已經贏了 這一隻 在講什麼 留日 這個夜份 重新再給他抽一隻掛 也相當好 所以 灰的跟黑的 農曆二月份 你有很大的收穫 什麼叫折雷水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你不賺也不行啊 因為一定怎麼樣 會賺得盆滿泊滿 那這個男生來 這個男生跟你講 如果這個男生在講 男生 老師啊 我的財在哪裡 這個財喔 這個財還是在西南方 男的 屬牛的 牛 男 在西南方 財 來 女生 屬牛的女生 要知道農曆二月份的一次 來 現在第一五手 借老師之手 第一五口 借老師之口 有戒有煩 八百三十年 再戒不難 來 你生牛女 哎呀 這支有漂亮嗎 漂亮到這樣 嚇死人 這支什麼掛 這支啊 這支叫 天則履 這個履掛叫做怎麼樣 鋁腐尾不跌人 急 鋁腐尾抓著老虎的尾巴 不被老虎吃掉 急 這支掛 女生要注意屬牛 齁 這個天則履 再跟你講啊 內順外順 女生 灰色的 黑色的 相當好 白的也不會太差 再講一遍 白的不會太差 所以這支掛 女生 屬牛的 你在農曆二分 不會太差 天則人家跟你講 你相當聰明 而且必有吃食 齁 這支掛 黑白灰 全部一百分 主要再跟你講來 如果你是女生 你要桃花的位置在南方 那如果你是女生 老師 你不要一直講桃花 我要錢 好 你的錢在東方 東方弄乾淨 顏色綠色 如果你有參加買股票什麼的 綠色盆在哪來弄一弄 只能夠跟你講到這裡 因為你十二生就十二個 男女就兩個 就二四個 我能夠推盡量給你精準一點 那八字不是 八字有五十一萬八千四百種 當然可以慢慢推 那張官就是 case by case 一個人問一件事 那當然很準 你現在有一點 茫茫宇宙人無數 幾個男女士帳目 你叫我那邊挑 我怎麼知道 只能夠給你一個 Probability 大約的論述 再講一遍 屬牛的女生 農曆二月份 你的桃花在南方 你的財位在東方 這樣子 已經跟你講到這樣子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一樣齁 喜歡老師視頻 按讚 分享 加入訂閱 或開啟小鈴鐺 新的視頻上就會通知各位 一樣齁 還是謙謙各位也不要太怪力亂神 穹達皆與無命 何希發探生 但之行好事 莫要問前程 你就記得幾件事 但之行好事 莫要問前程 多做善事 天神都會幫助你 三件善事再講一次 老生常談 孝順父母 多做善事 不要殺生 行有餘力 做點菸供 不錯啦 不五小補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齁 新的一年 祝各位平安喜樂 賺得盆滿泊滿 一定要幸福 一定要美滿齁 好 今天講到這裡 掰掰 掰掰